普京给出最新停火条件 为什么乌克兰方面第一时间马上表示反对 看样子停火谈判是很难在近期展开了 乌克兰那边要搞和平会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马上给出了停火条件 什么呢 普京表示说很简单 就是乌克兰从他乌东部四个州 也就是那四个已经宣布独立 并且并入到俄罗斯联邦的四个州撤兵 而且表示不再加入北约 那么第一时间俄乌双方就可以开始停战谈判了 这算是俄罗斯最近给出的 非常清晰明了的停战条件 谁都看得懂 但是当然在第一时间乌克兰方面也表示了拒绝 为什么我们倒是也能理解 因为这个条件对乌克兰来讲就是国土的丧失 乌东部四个州此前经过公投程序已经独立了 独立之后又经过公投程序 加入到了俄罗斯联邦之中 换句话讲 他们走的是整个西方认可的所谓公投的程序 但是当然乌克兰是不能接受的 乌克兰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 等于俄乌战争他们彻底失败 而且丧失了大量的人土和人口 所以看样子这个仗还得继续打下去 我们经常说一场战争要走到什么时候 才能有这个停下来谈的可能呢 那就是基本双方互相确认 在战场上再也捞不到更多的便宜了 双方确认恐怕我这个仗最努力 也就打到这个状态了 那么与其在浪费时间不如谈下去 双方只要有一方认为我还有实力 我还有能力 我还能反攻那么这个仗就停不下来 对于乌克兰来讲 他现在感觉到已经拿到了美国大量的援助 又拿到了西方那么多的武器 所以他觉得他是有能力在战场上 再取得一些成果的 因此在这个状态之下 普京的这个停战条件很显然乌克兰是接受不了的 除非有一天乌克兰确认了 他打不下去了 他的财政崩溃了 他没有外援了 再打下去就要彻底亡国了 那么乌克兰才有可能接受这个条件 所以看样子啊 俄乌战争还得继续打一段呢